犹太教领袖当地时间11月2号在约旦河西岸 以色列的西伯伦市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连任祈祷 在仪式上犹太教领袖重申特朗普对以色列的支持 以色列曾在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爆发武装冲突 发言人伊赛费莱舍表示 上个月 特朗普政府促成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和解 特朗普本人则称其一直在促进该地区进入和平状态 并签署亚伯拉罕协议 以色列共和党主席策尔在今天的祈福仪式上表示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将在美国时间11月3号星期二的选举中 面临前副总统拜登的挑战 然而由于特朗普反对全球共识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行为 他并没有得到巴勒斯坦人的支持 以色列犹太教预会者大卫怀纳则表达了对特朗普的敬意 他说 在以色列的贝特谢梅时 特朗普的支持者进行驾车集会 希望他能赢得连任 但是特朗普的一项和平计划提出 让巴勒斯坦人拥有约旦河西岸领土面积的70% 这引来了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